换主色线 拿起左侧这根主色线进行换色 由于往下两排都用不到这个主色线 这里进行断线 预留5到10厘米左右的线头 剪断 这个线头暂时不用处理 后面用主色不加不剪勾长针 把这一排勾完 勾完最后一针长针 我们将断线的线头藏到植物里面 此时花片是背面对着自己的 直接挑起彩色这一针靠前的线 将线头勾出 为了牢固 同一个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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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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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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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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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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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然后勾置彩色区域 完成彩色的位置 然后换色 后面勾置主色区域 勾完最后一针 第十八排就完成了 由于后面几排都为主色线编织 这里的彩色 以及这一根主色 均用不到 我们将其断线 线头最后藏进去即可 往下不加不减 往返编织长针 把剩余的几排勾完 方法比较简单 我就不往下演示了 到这里 方船花片的讲解就完成了 往下讲解热气球花片的编织方法 先来看成品花片 一共有七种彩色 一种主色 同样需要用到换线和带线方法 编织方法与方船花片相同 由于这里 两个主色区域间隔不大 大家勾置过程中 可以用一排里的带线方法 将对应颜色带到需要换色的位置 到了上面的彩色部分 由于颜色比较多 彩色区域比较大 相对的 两个主色间隔就比较大 这时可以在一端添加一个主色线 分别在两端 往返编织 同时这里的彩色区域 每一排都有对应颜色勾织 彩色排一排之间 间隔比较小 不需要跨排带线 到了对应位置 拿起对应彩色 勾置即可 同样 遇到一个颜色 完成相应区域后 往下好几排或者到结束都用不到时 可以预留线头 然后断线 再将线头藏到花片的背面即可 藏线方法参考方船花片的第四排 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接下来讲解白云花片的编织 这里我以其中一个花片为例做讲解 可以看到白云形状是不规则的 但是只有一个彩色和一个主色 勾斗过程中 可以运用一排里的带线方法 将对应颜色带到对应位置 勾置即可 方法比较简单 我就不演示了 到这里图案的编织就讲解完了 同时花片部分也就讲解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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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